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的主要推手 Iberm Candy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他爸是牧师 然后他自己也是个牧师 然后说什么 耶稣的救赎论 是一个反基督教的那一个 他可能不小心发了一个推文 推翻了所有 他在推行的CRT的研究 证明自己是个脑残 在美国白人滞胀的行为 缺少的太严重 在Virginia的州长选举过程当中 民主党的候选人 Terry McAuliffe 你没有资格管教你小孩的那一个 要雇用一堆假的白人至上的人 去他的对手共和党 Glen Yunkin的肇事活动 还被发现了 然后现在主流媒体有一个新的方向 Let's Go Brandon 现在被主流媒体正式标榜为 Nazi Chant 纳粹支持者的呼声 左派的吃相越来越难看 罪名随便乱放 嫁祸的方式让大家跌破眼镜 就连他们一直在说的 科学报告连看都没有看就发出来了 我是伊藤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个 针对你的肤色进行分类的 分阶级的一个变态理论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肤色 但是我们可以随时改变我们指甲的颜色 OK 女人可以随便改变他们的指甲的颜色 如果说你是一个跟我一样这么man的男人的话 然后你真的想要让自己的指甲颜色改变的话 也是可以啦 目前这个还是个自由的国家 至少在你的指甲上面 但是改变指甲的颜色常常都需要有一些 味道很重的 而且有很多化学有害物质的指甲油 Neeji Niels的指甲油使用的是 Tenfree的材质制作出来的 而且全部都在美国制造 是一个基督徒保守派的一间公司 今年送礼或者是自己使用 改变心情都请来支持这间公司 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 或者是信仰跟我们相同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颜色 质量又好 你使用过后就知道有什么不同了 现在就去Nijila.com Neeji L A.com 购买这个指甲油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AINews 10 就可以享有10%off 这不但会帮助这间指甲油公司 也会帮助到我们的事工 更可以有漂亮颜色的指甲 有的时候你跟左派辩论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 在那边讲话 全世界的人就会知道这个人有多特殊了 大家还记得就是总统大选的时候的那个辩论会吗 拜登在辩论会上面 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尾 吱吱吱吱的讲的乱七八糟 那时候回说 你这么厉害 那当时你当副总统的时候怎么没有解决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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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川普最大的問題 他在電視上很好笑 但是非常的不討喜 他如果就讓拜登自己在那邊講話的話 拜登就會是一個自殺性的兩個小時 這就是這位心理變態的種族歧視的牧師發的推文 Ibram Candy發的推文說 這個推文已經被刪掉了 超過三分之一的白人學生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在自己的種族上面說謊 有一半的這些申請人假裝他們是美國的原住民 超過四分之三的在自己的種族上面說謊 然後申請大學成功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你繼續啊!對不對? 然後呢?這代表了什麼?對不對? Ibram Candy你差一點就可以自己打自己的臉了 這個國家沒有白人至上 白人是被歧視的 你如果說你是白人或是亞洲人的話 你進大學的機率反而會降低 反而會被歧視 然後 Ibram Candy就發現了這件事 他以為這個是個 多種族歧視的數據 你看白人多壞 他們就是愛鑽牛腳尖 你看證據在這裡 對不對? 結果這個證據 剛好就是把他這一輩子 詐欺的職業來打臉 所以說呢? 他就把這個推文刪掉了 然後再發了兩個推文 他們在騙人 說我在說白人進入大學是有優勢這個謊話 然後他又說 這個就是他們自虐的想法 當白人遞他們的申請書的時候 以為他們在申請的時候可以說謊 說他們是有色人種 就可以有特權的時候就可以有特權 就代表這個系統的種族歧視不存在 蛤?在說什麼東西啊? 這個叫做自虐 什麼叫做自虐? 幾乎沒有人說任何東西 而且最後是 你自己把這個研究報告放出來的 我們只是在說 你說的研究報告是對的 一切都是你自己說的 是你自己在證明說 種族歧視是在歧視白人跟亞洲人 他在推文裡面就一直在那邊無理取鬧 最後的結論就是 你只要不支持 而且崇拜CRT 不認為美國是個種族歧視的 你就是個種族歧視的人 你就是社會的問題 你就是平等公平的敵人 他們不會想到其他的問題 例如像說家庭缺乏父親啊 然後學校的優惠制度 反而錯收了成績不好的學生 那這些學生反而讀不出來 然後之後找不到工作 自信受創 各式各樣的原因 但是他們左派的人就是看不到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在有任何研究之前 就已經把一個答案設定好了 可惜這個答案是錯的 他們的處心機率的想要抹黑對手 包括這一次 Virginia州的選舉 他們請了一群打扮成白人至上的人 拿著火把到共和黨的候選人 Glenn Youngkin的造勢大會上面 Publican Glenn Youngkin and Democrat Terry McAuliffe Hitting the trail ahead of Tuesday's election And the viral campaign hoax that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will probably hurt McAuliffe The disgraced Lincoln project which has spen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million dollars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The two of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is that th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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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的沒有錯 支持 Terry McAuliffe的左派組織 林肯 Project承認了這些人是他們派出去的演員 為了要抹黑 Glenn Youngkin 因為 Glenn Youngkin其實並不是一個保守派的共和黨人 那你也不能說他是一個完全的川普支持者 他也不是一個白人智商的種族主義者 他也不完全算是一個右派 他就是一個還蠻普通的一個共和黨人 有點軟弱,不太敢出聲音 但是為了要抹黑他,在競選上面演戲抹黑也是可以的 就在這個活動的照片出來之後 馬上就有人開始指出來 這個人是哪裡哪裡的民主黨管財務的 這個是民主黨哪裡哪裡的員工 我們在這整個政治新聞裡面可以看到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左派很難開玩笑 他們的玩笑一點都不好笑 如果說這幾個人只是Lincoln Project弄出來鬧的 那就真的一點都不好笑 完全沒有笑點 右派或者是保守派的人是風趣的 是可以有笑點的 像川普之前弄那個Cafifi 之後就有人開了一間咖啡店叫做Cafifi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周邊商品 Do you Cafifi? 我們可以把任何的嘲笑抹黑甚至辱罵化解成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不是真的 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這包括最新的笑話 Let's go Brandon 有一名西南航空 Southwest Airlines 的飛行員 在跟乘客sign off 的時候說 Let's go Brandon 7-8 miles an hour Your visibility mostly clear sky is 77 degrees Thanks for coming out flying the Southwest Airlines Let's go Brandon 這個玩笑是他們開始的耶 是在NASCAR比賽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喊F.Joe Biden 然後其中一個左派記者 就對著其中一個叫做Brandon的賽車手說 你看大家都很愛你耶 全場都在喊Let's go Brandon Oh my god It's just such an unbelievable moment Brandon you also told me As you can hear the chants from the crowd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從此以後 Let's go Brandon 就變成了一個代名詞 這是一個非常好笑 但是左派不能開這種玩笑 左派的作家同時也是 MSNBC 的來賓 Tristan Snail 發推文說 Let's go Brandon 已經變成 Seek Kyle 的 Mega 版本了 Seek Kyle 就是德國納粹當時 每次希特勒上台的時候 會有三種不同的打招呼方式 Heil Hitler 就是希特勒萬歲 My Fuhr 就是我的元首 Seek Kyle 就是勝利萬歲的意思 基本上就在講說 我們只要講Let's go Brandon 我們就變得跟納粹一樣的概念 這是很嚴重的 既然是公開的批評我們的元首 這怎麼可以啊 這是個很重要的新聞 所以 Communist News Network CNN 就把它放進了新聞裡面 Southwest Airlines is launching a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after a pilot reportedly signed off a message to passengers by saying Let's go Brandon Now that is a phrase that has become conservative code for swearing at President Biden It actually means F Joe Biden is what it means Pete Muntean with us here on this What's going on? What's so interesting here Brianna is that these commercial flights have really become this political flashpoint We've seen these fights on board and huge numbers by passengers In this instance It's a Southwest Airlines pilot who has used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to sow political discord It's typically used to calm down passengers He said this phrase Let's go Brandon It means F Joe Biden And it says in a statement Southwest does not condone employees sharing their political opinions while on the job Southwest is conducting a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cently reported event and will address the situation directly with any employee involved It says while continuing to remind all employees that public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opinions while on duty is not accepted Now 不只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名CNN的contributor Asia and Rankpar 也發了推文說 我想要做一個實驗 請一名西南航空的飛行員 在起飛之前說 Long live ISIS 我猜第一個 這架飛機會馬上停飛 第二個 飛行員會被開除 第三個 航空公司會馬上發出聲明 這個就是徹底的在抹黑 把兩個意義上面完全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 沒有錯 Let's go Brandon 跟Long live ISIS 都在講一個政治上面的傾向 沒有錯 這兩件事情都是在反抗 美國政府的一個嗆聲 但是在實質的意義上是完全不同的 這兩個有一個是正確 而且反對暴力的 另外一個是恐怖組織支持暴力的 我們右派的人 常常掉進這個陷阱裡面 例如說 前幾年變裝皇后 在圖書館裡面讀書給小孩聽 Drag queen story hours的時候 我們起來反抗這些事情 結果反而被右派的人說 你如果禁止他們在圖書館裡面讀書的話 那麼左派就可能禁止我們去教會喔 這是一個很蠢的想法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是有對有錯的 這個世界上是有好有壞的 我很喜歡一個艾爾蘭的政治人物 Edmund Burke 說過的一句話 他說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就是要邪惡勝利 只需要一件事情 就是好人什麼都不做 現在很多人說這句話不是他說的 不管是不是他說的 這句話是對的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的話 那麼邪惡就會贏得勝利 說真的啦 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你真的說F Joe Biden又怎樣 Let's go Brandon 已經是一個 降低火藥的版本了 而且還是你們左派自己發明的 很聰明很好笑 但是這些人卻氣成這個樣子 他們氣成這個樣子 只會讓我們覺得這一段詞更好笑 如果我們可以理解人性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他們越生氣 我們就越想講 你要知道的就是 但是這群人是川普總統 執政四年的時候 一直辱罵川普的人 不但這個樣子還製造假新聞 說什麼俄羅斯的妓女啊 種族歧視啊 納粹啊 F Trump M&M還寫歌 Snoodog還拍MV 馬丹娜上台 直接說要暗殺這個總統 現在他們卻一點都開不起這樣的玩笑 我們在這裡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左派不能開玩笑 這不只是在講他們說什麼開不起玩笑 他們輸不起啊 他們很笨 哈哈哈哈 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東西 為什麼左派不能開玩笑 他們不能開玩笑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是掌權的階級 他們控制所有的事情 他們控制著政府 他們控制著媒體 控制著學校 控制著社交媒體 金錢 華爾街 他們控制著所有的社會資源 所以說他們不能開這種小玩笑 因為這些小玩笑 一直以來都是被壓迫中的人 無奈的表現 所以說他們不會開這種玩笑 或者是不允許這種玩笑發生 因為他們是控制所有東西的國家機器 這就是為什麼 只要民主黨跟左派繼續掌權 這些小玩笑 就永遠都會從右派來 有多好笑呢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的近代史 我們最好的美國總統 帶領著美國能源自主 經濟突破 失業率史上最低 在國際上最有權力 而且沒有發動任何一場戰爭的總統 是怎麼看Let's Go Brandon 的 increased Let's go Br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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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on you also told me you can hear the chants from the the crowd let's go brandon brandon you told me you were gonna kind of hang back those first two stages and just watch and learn what did you learn that helped you there in those clothes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paging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he's gonna service desk up front thank you thank you buddy I appreciate it 不要覺得這是一個髒話這已經升級到另外一個境界了不要覺得這個玩笑不好笑 因為真的很好笑我知道看起來好像美國很慘失去自由失去民主失去嘗試 但是每天讓自己開心活著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這裡用一句你在教會常常聽到的 然後跟大家講了一句話在你坐下之前跟你旁邊的人說 let's go brandon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看看留言吧 嗨大家好快來看看留言吧 要看看留言吧 OK第一個問題求神憐憫這彎曲伯逆的時代 我們人人需要悔改會變成這樣的美國都是因為我們在過去的日子裡太虛偽裝愛心 對左派忽悠沒有堅定而保持自己的立場 嗯 彎曲伯逆 伯逆 壓伯啊 對 吉伯啊 背啊 這個字就是念伯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起來就像個伯 是吧 你看起來像背嗎 各位觀眾可以回答一下 這個字到底是念伯還是背 你拉老闆 你這樣讓人幹嘛會降低你的智商你知道嗎 行了你要求我的啊 完全背你的時代啊 看完這個留言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個想法 是 聖經裡面最念的希伯來文就是Avon 然後Avon就是講說他就是彎曲的意思 人他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人把不正確的東西彎曲成正確的東西 這個就是左派一直在做 撒旦在做的事情 對 那他們現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重新定義很多字 對不對 這個字原本是這個意思的 就通過曲解的方式定義成另外一個意思 對 那他們這樣子的話他就不用什麼修改憲法 你不用去改什麼法律 你不用什麼 只要重新定義就可以了 那包括現在的什麼男人女人 重新定義什麼叫做男人 重新定義什麼叫做女人 這東西很簡單 如果說以一個科學定義的話 就是XY chromosome就是男人 XX chromosome就是女人 加上什麼心理的元素 然後什麼什麼各方面的家庭 什麼什麼 那這個樣子就是在扭曲一個這麼真正的事實 他們扭曲的這個東西 變成他們的先進的看法 然後會在大學裡面教 原本在上大學之前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的 一上了大學之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對 然後包括什麼念醫學的 念出來分不清男的女的 對 然後什麼博士 博士後越研究 那個出來的人種越多 你不知道到底在幹嘛了 對 一加一就是等於二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這個東西你如果說沒辦法有一個共識的話 那這個世界是無法運行的 但是這就是一個彎曲 背逆的一個時代 就是他們把錯誤的事情 弄成正確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們真正要去 劃清界限的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 就是覺得說 你的自由 你想要什麼樣是你的事情 OK 好好怎樣怎樣 那包括現在很多的議題 不只是什麼同婚 教育方面 然後吸毒 然後墮胎 然後各個方面的東西 你都會覺得說沒關係啦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失去越來越多東西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留言 下一個朋友他說 我覺得要操控人是不需要芯片的 這根本就是一個天大的大實話 對 操控人那麼麻煩 還要給你芯片呢 哎呀想的 把他們想的太笨了 沒有那麼笨的事情 對 操控人非常非常簡單 給他的錢 綁住他的家人 還有各方面的你威脅他 你要操控一個人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 像說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基本上就是 被老闆操控 老闆就會跟你講說什麼 年輕人你要的不是要錢 你要的是個夢想 你要的是你的未來 你看你自己有沒有成長 簡單說就是他不給你錢就對了 對 不給你錢 不給你多一點錢 然後讓他繼續幫你工作 那這就是一個操控你的一個方式 而且很簡單 只要說兩句話就可以達到 對 然後這個人他會想說 對 對 我也要夢想老闆說的真對 我當時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我就覺得就是 操控人真的是不用晶片 對 然後你用晶片呢 反而不一定能操控得了人 所以說我覺得 受印啊或什麼之類的 真的就是一個 服從的一個概念 其實可能真的就是 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能達到 不一定像我們想的那樣 哎呀 每個人住屋晶片 都演完了主動力 不一定是這種形式 真的通過更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完全達到 很簡單 紐西蘭那個總理 對啊 我就是要創造階級制度 就人家都跟你明說了 他們不跟你打馬不遠了 對 人家不再說什麼 沒有我們不是要創造階級制度 我們大家都是要公平的 我們想想 我們這個是為了安全 這個是怎樣 no 我就是要跟你階級制度啊 這東西不是要你的安全 或是什麼 是你的信心 你要覺得你安全 這個是你應該要有的privilege 這樣子你才可以變得良善 然後這樣子你才可以互相幫忙 What kind of thing is that 上一個留言就講說 你不要被他們這種東西忽悠啦 對 那個就是個幻覺 對 現在我覺得整個他們騙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幻覺的方法 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要創造一個烏托方 每一個人都有犯事 你工作都是為了自己 但是你全部的勞力 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被政府抽成抽走的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就是很多時候為什麼 一某路會成功化 用的其實是同樣的說法 他就是讓你想 你就在那想就可以了 你想想這個東西多美好 你想想什麼 你讓共產黨下台 他就下台了 你想想你讓怎麼 川普回來他就回來 這跟想沒有關係 左派就是用這種東西 讓你一直想一直想 到最後怎麼樣 死的就是自己 想來想去就這麼想 對啊 然後第三個 一個人的退休金搞不好 就是45萬 這還是勤勉工作的 沒有工作 只是非法移民 就有45萬 投資報酬率還真高啊 那可不 那你說除了像美國 全世界哪有一個地方 隨便就是你來 我就送你45萬美女 我來了 你咋不送我45萬美女 都不用45萬 這個45萬 有一點misleading 因為 他不是說就是 你開個帳號 然後他把45萬給你 那是 對他是 撥出來這個款項45萬 這個款項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要去什麼counselor啊 然後你要什麼健康保險啊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啊 你要買車啊 然後你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政府都會幫你分配好 等於說就是 每一次政府說要給大眾錢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把錢給大眾 他是把這些錢 拿給一個屬於政府的一個機構 然後讓他們分發 Even worse 對 這個是最可怕的東西 對就更加糟糕了 我的媽呀 這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東西 對啊 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東西啊 所以說 這個45萬 真正會到 那個非法移民的那個口袋裡的 可能一個月大概兩三百塊錢之類的東西 我不知道 但是 這個就是 所有政府機構的運作模式 任何的撥款下來 都一定是到一個政府機構 他就會創新一個什麼叫 FFCCA 三個字的四個字的東西 開一個 對 然後再從那個地方 撥款出來 像EDD一樣 EDD美國政府 花這麼多錢到EDD裡面 大部分的錢在幹嘛 付EDD裡面的人薪水 給EDD裡面那個director 做什麼事情 然後給一堆什麼 研究生在EDD裡面 錢都花在這些 沒有任何ED的東西上面 真正你要幫助到人 你還不直接給那個人錢 所以說 45萬聽起來是很可怕 但是他們的確就是 把這些錢注入到這個 Economy裡面 還用著幫助這些弱勢的聲音 然後這些弱勢不但拿不到錢 而且還會找更多的弱勢過來說 你只要一來就有45萬 你想想看 只要有一個非法移民穿過美國邊境 這個機構就可以拿45萬 然後 而且他都不用跟人說45萬 哪怕是共產主義這種他們也很開心的 他們也願意接受啊 他們說你只要來了 美國政府都給你包啦 你保險也有啦 看病不用擔心啊 然後又給你車開 什麼都有啦 你只要來了你生活就保障了 這對他們來講也是很好的事情 現在是疫情他們說還沒有結束 然後港口堵住了 然後很多商店沒有物資的情況下 你給這些錢到底要幹嘛 你把這些人帶過來到底要幹什麼 很多美國人都沒有工作 然後很多美國人不願意去找工作 然後現在一堆的非法的移民 請問他們到底要來美國幹嘛 就是為了領那45萬嗎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如果說這個非法移民 非法來到美國之後 然後他再出來 然後再非法來一次 他是不是可以領兩次45萬 因為反正也沒有任何機會 應該是吧 對啊所以說這就是一個非常 一個巨大的一個漏洞 那麼拜登政府在幹什麼 我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對當然是肯定有目的的啦 他們也不是說糊裏糊塗去弄過這個東西 他們這肯定是非常清楚自己要幹嘛 但是只不過就是現在我們要在這邊猜 那一個是說改變紅州的這些投票的模式 對吧我們知道他把人送過去 那其他的就是他們在這邊 實行這個共產主義的東西 有點類似於像我媽大學剛畢業那個時候 就是你知道吧 有那種時候說什麼包分配 然後公司還給你分房子等等等等 但是那種也沒有這種誇張 因為畢竟是你是付出了嘛 而且你是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才嘛 你是真的能創造產值的嘛 他們才會這麼對你嘛 對吧就是他們肯定是可以做一些 對社會有用的工作 這些非法移民來 你不殺人不強奸都算好的了 對吧所以就是說 他們到最終要達成的這樣一個目的 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他們通過這個45萬里面 他們能一箭幾雕吧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去看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切東西你都可以看到就是 政府想要透過這一系列的事情 來讓人民更依賴政府 讓人民更沒有辦法自己去創業 更沒有辦法有自己的生活 更把自己的生活跟這個政府綁在一起 那這個樣子就導致人民會失去自由 簡單的這聖經的一個例子 就是出埃及記的那個時候 以色列的人出來 他們說我想要回到法老那個地方去 因為他們就是依賴政府 然後你出來的話你就覺得說 啥都沒了呢 對我在埃及還有床欸對不對 還能吃肉呢 對你這邊還沒有行軍床對不對 然後一天到晚給我什麼瑪納 對不對 在這邊到底幹嘛 一走走40年 我記得電影裡面有講一句話 就是那時候金牛賭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就跟摩西講說 我們不需要你的神 我們是自由的 然後摩西就說 沒有律法的人就不會得到自由 這個世代是需要認識到的一件事情 沒有律法就不會有自由 45萬好像是人生自由 45萬你如果說租房子的話 你可以自由好一陣子 你也不用工作 你可以什麼都不用做對不對 你這樣算自由嗎 還是說 你自由的意思是 你有能力去限制自己 然後呢管理好自己 然後讓自己的未來變得更富裕 然後變得更好 這個樣子才是自由 所以自由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很值得這個世代去探討的一件事 是啦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而且是很多人可能活了一輩子 他都沒有辦法解釋的一個東西 對所以感謝神 我們認神了之後 我們才能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如果不認神的話真的沒有辦法 你可能一輩子都在找尋這樣一個答案 找不到的沒有辦法 對啊 就像我們兩個創業 我們一起創業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們回去一個左派公司 就是繼續工作 然後就是OK好好好 你要幹什麼 你不要我講這個東西 不要講 那這樣子或許我們會很穩定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自由的 我們現在很自由 但是我們現在窮死了 但是我覺得未來會是好的 而且我們在做證據 是我們這個事工也希望大家能夠 有時間的時候 就是多多為我們祷告 大家祷告的時間 只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大家一起會變得越來越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接下來呢 還是我們最棒最棒的一個時間 就是神奇窗戶給我們大家帶來 最好看最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弗麗莎 我是Eason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想問你 我們女兒現在剛上了大學 如果有一個男生跟他交往 你反對不反對 如果是正常狀況 上進的 好樣的 他倆喜歡就好 我反對什麼 我是很開明的 那如果那個男生說 想跟咱們家女兒同居 但不想結婚 你會同意嗎 我會要女兒弄清楚 到底這傢伙骨子裡在想什麼 如果他告訴女兒說 重要的是我們倆相愛就好啊 I love you 這不過是個形式吧 老公你覺得呢 這傢伙想不悠 擺明了三星二億 要不趁今天週末 我們現在就花三小時培訓他 教會女兒以後一分鐘看懂男人 將來才不會吃大虧啦 老公你雖然說你信了上帝 但又不願意受洗 你骨子裡在想什麼 我看了半天還沒看懂 呃 好好我懂了 我不再三星兩億了 我願意全心信主 你就幫我報名受洗吧